大家好我是龐德 這種AI青年擁抱 讓影片上色修復 面線都是100-200起跳 今天分享保姆及教程 有手就會 準備到的工具有 入門編輯美圖秀秀 最強轉高畫質Headport 魔法AI路馬 準備兩張素材照片 打開電腦版美圖秀秀 打開美圖秀秀之後呢 點圖片編輯拼接功能 導入另一張照片 左上點拼接 就會自動無縫合成 儲存在桌面 打開RumaAI 你是不是在想別人介紹都用可靈 為什麼要用Ruma 當然是可靈要一直抽卡效率不好 Ruma一次就成功真心補片 免費有30張可以用 當然你也可以付費 順程速度會比較久一點 選擇了一張剛剛合併的照片 然後我們給他一個提示詞 我用到提示詞4 他們會為了成功互相擁抱 我們點深層 馬上是馬上成功 深層了互相擁抱 要變現 畫質分辨率就要提高 然後讓這老舊影片添加顏色 基本變現工具 Hit for eye 記得打開右上角加速 損成比較快 會錄影片 先把老舊影片上色 我們看一下預覽效果 感覺還不錯 我們點會出 我們看效果 非常好用 也很方便 再來我們要讓提升畫面分辨率 讓影片高畫質 也容易變現 可以看到解析度很低 我們會錄剛剛上色影片 選擇人像修復 有瑞化與溫和 我們看一下預覽效果 從低分辨率轉4K高畫質 人像我選瑞化 可以看出臉變更加清晰 我們點會出 打開剛剛的畫面 整個畫質提升不少 發現影片有噪點 我們要用Hit for 我們可以使用降噪模型 我們看一下預覽效果 整個影片噪點就會降低 當然你也可以提它的幀率 有4倍與2倍的提升 這個軟體有個很棒功能 那就是去背景功能 回到首頁 增加有回憶的背景 這也是變現需要做的 我們點入會錄剛剛的影片 你可以保持透明或背景模糊 你也可以給它顏色 比如說我默認好了 保持透明 我們可以預覽它的效果 背景去除的很乾淨 再添加自己背景就可以了 還有去除隨音AI功能 也是相當不錯用 順下影片修復 就讓大家嘗試了 我是龐德 我們下次見